在昨天晚间这场占领行政院的行动当中 我们看到在现场对着群众喊话的这位清大研究生魏阳 他也是此刻唯一遭到生压的学生 他的家庭背景有相当的来历 他的外曾祖父是知名的抗日作家杨奎 父母亲都是东华大学的教授 目前检察官初步征讯之后 认为他涉及的罪名包括了妨碍公务毁损等六项罪名 已经向法院申请羁押 而根据了解 他在知道自己遭到生压之后 忍不住激动情绪 当场嚎啕大哭 带头冲入行政院的学生指挥魏阳 经过检察官快十个小时的问讯 连同其他学生一同被移送北检 其中魏阳检察官认定 涉及了聚众施以强暴胁迫迫 妨害公务公共危险侵入住宅 以及文化资产保护法等六项罪嫌 并且以暴力斜押 避免串政等理由向法院申请羁押 其中带头公然俱众 罪行罪重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当魏阳知道被伸压后 当场嚎啕大哭 陪同的三名律师在一旁亲身安慰 23号深夜10点半 穿着蓝色上衣戴着黑框眼镜 站在行政院大楼前正被疾呼 他就是魏阳 黑色岛国青年阵线的发言人 还是清大研究生的魏阳 在自己脸书上颇文 承认这是很不负责的动员 但之所以占领行政院 是为了让伙伴疏压 看见人民的决心 其实魏阳走上街头 已经不是第一次 两岁的时候就被妈妈杨翠抱在怀里 参加反军人干政游行 这次反服貌 父母都表态支持 魏阳的父亲魏怡君 母亲杨翠都是东华大学教授 魏阳更是知名抗日作家杨奎的外征孙 他的母亲杨翠在魏阳被逮捕前 就在脸书颇文表达支持 还说暴力的是国民党与国家机器 家庭当后盾或许更坚定 魏阳反服貌的立场 爱子心切的母亲杨翠 敢搭第一班飞机北上探视 当然觉得不公平 因为他并没有做任何服务 那六条最容易的事情 我觉得如果他没做 那就不公平 从小就参加学运的魏阳 这回动员冲进行政院 也把战场从立法院拉到行政院 记者郑一珍 蔡信芳 S&G小组台北报道